田北辰議員 主席 在東京奧運之前 我想全世界 包括我們香港 都猜不到我們可以有一金兩銀三銅 這種嬌人成績 無論到底 政府 參與了多少 是一個多大的原因 我覺得肯定 應該記一大功 今天我想問 就是關於運動科研 文件很講和大尊研發單車戰衣 我想問一下除了單車戰衣 還有甚麼成功的例子 因為除了這份文件 傳媒報導又是說單車戰衣 辭職創新科技加年華 又是說單車戰衣 講起穿衣服 我也忍不住問一下 沒有其他戰衣的嗎 你們是為何這個項目研究 今年奧運成績很好 但是不可以忘記 有甚麼可以改善 其中一個爭議就是運動員的戰衣 我在這裡無意去講一些政治的問題 我純粹就是關心我們運動員 有沒有得到最好的支援 各位運動員 臨急臨忙 拿件網球衣服出來賽 究竟有沒有影響表現呢 我想你心知肚明一定有影響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真正的問題是體制 有沒有問題 事後有物理治療師跟我說 說體院一直有跟這個 香港紡織研發中心合作 在這裡開發一些高性能的賽艇衣服 跑步衣服 但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幫這些運動員 搞球衣服的 那麼有些運動員的服裝設計師說 不是隨便拿件衣服可以比賽 由設計到落實 是要兩年的 這裡有說 奧運戰這設計師不是拿件衣服就可以比賽 五家朗打球 他說整天的比賽就不斷拉扯濕透的衣服 就是說他這件衣服吸塞排行的功能差 你看看多慘 然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劍擊 張家朗穿那些是高彈性的布 因為劍擊 又要有stretch 要有延伸性 這些又可以研究 游泳最重要是減低阻力 所以 毛鳳那些黏貼的衣服就最對 原來 我知道 橫沒有拉力 所以 向前有拉力 是最重要的 這些都是因為這份文件 我們做了研究才知道 帶出一點就是 剛剛馬鳳國議員說 我們怎樣產業化 所以我覺得 你們是否應該在這方面 真是針對不同的項目 不只是單車 其實不同的項目 是有需要不同的服裝的醫療 如果你在那方面去研究 多些成功的例子給我們 那整堂東西是可以產業化的 你想想每一個項目 有多少 爸爸媽媽媽 想買一件合適的項目的山 給那些小孩 包你這件事是全世界都可以出名的 還有香港就黏著內地 內地生產又快 是不是 很多這些東西是給外國著數的 或者提醒你 你在這裡應該認真加大把力 不知道你有什麼回應 除了單車戰衣 還有沒有其他戰衣 劍擊戰衣 劍無球進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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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多些 出球 有沒有 局長 主席 多謝田議員的提問 還有寶貴的意見 我們一定會用心考慮 關於那個科研項目 除了單車的戰衣 都有不少的現行 其實都做了不少的 例如好像是殘疾人 羽無球那些 訓練的時候 即時的技術 反饋的分析 以及劍擊的技術分析系統 我們都有科研在做的 我們其實都做得不錯的 但沒有建議提到 劍擊的戰衣 戰衣稍後 或者可以講講 比較技術一點 我們其實在科研方面 我們在現時都做了不少 也都有 我以我所知 有五項已經拿到商業的專利 已經有 不過我們沒有出去大事宣傳 我們明年 就希望可以再添一個六角 但這個就是我們趨向於 產業化其實都在走起步 稍後我們可能會做到 多一點 也都同意田議員說 即是不可以聚焦單一個科研 或者單一個項目 我們其實已經有些構思 體院裡的構思 如果拿到這個三個億的話 我們是在哪些地方 可以做一些多一點的科研 這些是配合我們精英運動的 整體的發展 看看體院有沒有講 具體一些科研的項目 謝謝 李院長報告 謝謝主席 謝謝副局長 其實我們完全同意田議員所說的 在各方面的科學科研的 不同的項目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融合的 approach 它真的會有些 marginal gains出來 我們不是好像美國 我知道美國有關 那些游泳的衣服 他們是跟NASA合作的 我相信我們找不到NASA 跟他們合作去設計 但是 內地也可以 我們內地太空也做得不錯 是的 這個最好 還不去找他們 會的 放心 所以我覺得 那個point就是我們同意 還有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三一的重要性 就是會專注我們的模式 因為現在我們的模式 就是我們要求別人 例如你剛才說的 就是伙弟那件事 如果不是Adam Kock 還有ITC 還有UST自己 是貢獻的錢 這件事是我們會做的 但是政科主導 是的 所以我們是要有個三億 自己可以做 因為我們知道 應該是怎樣做 我們也是剛剛做完一個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Study 究竟人家在做什麼事情 which is 看完是沒有做到 所以這些 你剛才說的 Investment in Sport Technology Sport Science 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要改善的空間 或者我現在是請阿蘇博士 你說幾個其他的例子 例如我們跟PolyU 中文大學等等 這些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實際的例子 蘇博士 簡單說 就算好像風洞 其實我們也不只是單車 我們也有說 就是風帆裡面 無論在那個帆板上面 那個搖帆動作 還有水流 還有那個海底方向 我們都跟這個風洞合作 我們跟中文大學 亦都在不同的方面 亦都有合作 例如在這個運動醫學方面 那個受傷的情況 亦都是包括了 我們在幾年前都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看一下 運動員在室外和室內裡面 那個維他命D那個問題 因為如果那些運動員 一直都在室內的環境裡面 他的維他命D可能會比較少 亦都會引伸到 我們在運動營養和我們那個安排上面 對運動員都會有不同 那麼我們在不同的方面 都是就著那個運動員的需要 而去滿足他的需要 那麼我們跟這個 Rita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sta and Apparel 都除了做衣服之外 亦都會有其他的合作 例如最近我們幫這個 Rubby和Tambian Bowling 去做一些 compression garment 是在那個動作的矯正和恢復上面 可以幫到他們 亦都在兩年至三年前 是幫運動員 去研發了一套 床單、皮鋪和枕頭 可以令到他們出外比賽的時候 都可以帶一些 睡覺用的物件 令到他們睡覺會好些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 Marginal Game的概念上面 每一度都在幫運動員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你 主席可不可以說 三十二號 因為真的過了很多時間 因為第二輪 好 下一位就是田北辰議員 主席 我是整天第一次聽到 原來你們發明了一些床鋪 可以令到運動員睡得舒服些 這個是一個智勝之道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全世界 失眠安眠藥的市場 絕對是大概香港的GDP 如果你們去註冊了你這個床鋪 哇 我們就行 我們就行 那不用再吃藥 我相信你們都沒想過 麻煩你趕快去想 好東西來的 我認識很多朋友 整天吃著安眠藥 吃到整個人 牛牛鬥鬥 買了這個床鋪就行 好嗎 不是啊 每個人都會睡得舒服些 怎麼會只是運動員 是不是 想闊一點 麻煩你 真的 提外話 我剛剛說純粹一個單一的運動員三 不同的運動涉及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需求 我都沒聽過 這次才知道 原來有些運動是打橫好打 拉直不好 有些拉直那個拉橫不好 嚇死人的 這個行業 幾大幾大市場 你們專利 如果你扔錢去支持 譬如說紡織中心和大學 去研究這些東西 政府一定要堅持 在你這個資助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要求他們研發出來的東西 可能你們三方都去申請專利 申請了專利之後 將來政府永遠有三分一的收入 因為這筆錢是政府錢 是公帑錢 是我們批的 明白嗎 這樣做法 你長遠 你只靠這些不同的專利收回來 可以支付你整個體院長期的行上支出 不用走我們在general revenue 拿錢去做 對不對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衷心希望你們去考慮我這個建議 我想才爺聽到也很開心 我不敢說這個投資下去這些不同的產品 將來每年的專利可以有多少 可以幫到香港多少 但是如果可以cover大部分你們看醫院的本身的recurring expenses 繼續可以博持你們這麼專業的人才 可能將來再給錢請多很多世界級的教練來香港教我們的人 那筆錢是很大的 這個專利是一個好的收入去平衡 好嗎 有沒有什麼回應 局長 多謝阿田議員的提議 所以我們真是很開心 每一次來立法會都收到很好的意見 沒想過 明天不用出展給體院 剛才產業化我們都有說 這個重要的 行政院居8月10號 五大方向 其中一個就是 正正就是體育的產業化和專業化 這個是很有前瞻性的 我們一定會跟進也很有前景 不過同一時間 我們都希望體院專注精英運動 因為他們的職責都是培育我們精英民同業 我們不要給他們太大的壓力 我們政府要提供足夠的資源給體院 做好他們的份量事 但當然同一時間也都希望兼顧得到 我想請問那個床鋪申請了專利沒有 剛才我都說過 我們其實有五個項目已經申請了專利 我們希望來 這個是不是其中一個 或者具體那個 這個床鋪有沒有申請專利 李院長 或者我要請蘇博士回答 這個床鋪的主席 是屬於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sla and Apparel 我明白他們已經跟一些製造商 在做這件事 不是製造商在做這件事 先申請專利 申請專利和政府一定要有份 你一定要有份 是 因為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課題是跟Rita合作去做的 所以在那時候合作的時候 這個IP專利是Rita的 但是你撥款給他們 所以你有權要專利的部分 你跟他們談吧 如果我們再做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時 一定要寫在這個合約上 當時就沒有公帑 沒有這種想法 OK